日前,由兰州市交通委与兰州市道路水路运输服务中心联合打造的兰州首个精致出租车组投入运行。 目前,车组由吉祥雷锋车队的60辆出租车组成,每辆出租车都配备了抽纸、农夫山泉瓶装水、杂质、垃圾袋、雨伞、晕车药、急救包等物品共乘客免费使用。 吉祥雷锋车组相关负责人扎爱国向记者介绍,后续将持续完善车组服务,并且增加精致出租车组织100多辆。 目前现在已经投放上路正式运营的有60台车,我们后续来想着就是把这个事情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开了很多年出租车的实质委,见证了这座城市多年来的发展变迁。 他向记者表示,曾经乘客在车上会有抽烟、乱丢垃圾的情况,但是近几年来,车里几乎都没有抽烟和乱丢垃圾的乘客。 市民的素质在不断提升,出租车也需要与时俱进,提供垃圾袋等更好的服务,不难让乘客把垃圾握在手里。 最近这两三年来,我们这个治安,这个个人素质,社会的这个分歧各方面比较好多了。 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自乡的一份车队来,我们提供了这些垃圾袋啊,这些好多乘客来上来看见以后来都比较很自觉。 他们就有些手里面的垃圾啊这些东西全部就顺手就装到垃圾袋里面,他们下车的时候来他们就顺手就带下去。 说起兰州的城市变化和民众的素质提升,从国外回来,从事出租车行业的吴肖兰表示完全不认识兰州了,现在乘客去的有些地方还需要用导航,而乘客的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对矿泉水、纸巾这些东西都是按需拿取,有的乘客还会悄悄留下费用。 我之前呢一直在国外,在国外施工,干工程,回来以后呢,感觉到兰州变化非常大。 很多地方我都不认识了,纸巾啊,这个矿泉水,这些全都会给他们说,我们这都是免费提供的,有些乘客呢,喝完以后他会给我给一点钱,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最后人家悄悄地就把钱给我放到这个后面那个放水的那个袋子里了。 据了解,精致出租车组的出租车司机,全是一些做过好人好事,以及被评选为烂抽好人最美志愿者的司机,他们都是经过培训精心挑选的窗口司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